红酒继续小科普 大家好 我们是肉聪夫妇 怎么去区分这个假酒老师 说你不开瓶 你不喝 真的是不知道 它是好酒还是不好酒 然后怎么假酒 所有假酒 是一个的森林提现 就是说我第二天头疼 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森林提现出来 第二天真的头爆大这样子 觉得你反胃 然后还吐胃酸 那这样子的话 那个酒你以后就把它黑饼蛋 不要再喝了 因为那个是让你的身体 已经产生又不良反应了 那你喝来干嘛呢 不能喝罩醉自己 好酒喝多了 觉得不错 我平时一些喝酒 有时去出国 法国 南非 去的时候 就买一些很便宜的酒 大概几欧元 十几欧元 现在国内也是进来好多好多的酒 因为葡萄酒的种类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你只要买了这个酒 第一方面考量 是这个酒不会难喝 第二个考量 如果做假酒也是有成本的 如果这个酒卖到这个价格 实际上它没有什么利润 越是贵的酒 实际上是假的酒运多 而且现在做假酒 比如说一瓶很贵的酒 卖到几万块钱 你去检测是检测不出来的 因为它把那个年份的酒 可能在里边给你对了一点 你一瓶 它可以造出大概四五十瓶 所以你买一些这种大种口味的 只要你适合自己口味 你觉得它好喝的 都没有问题 大家对红酒呢 可能像我们一样 也是蛮感兴趣的 所以我经常呢 就会买一些这种新世界的酒啊 因为新世界酒 很大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便宜 而且呢 口感起来非常的入口 而且来的爽感非常强 大概买的这些酒都是一百块钱以下的 大概三五十块钱啊 就可以了 也不推荐酒啊 就是说大家去这些超市啊 或者地方啊 可以选一些这样的酒 因为你只要看后面那些商标 是哪个商购公司 它这个原产国是哪里的 这些酒呢都不会差 我们可以在大的超市 大的边点 好品牌的一些的网上公司 我们就可以找到可靠性 就是那个叫什么 保障 对 就是有保障 那我再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吧 因为我的一个感受 有时候品红酒 你单独拿一瓶 你怎么喝都是这个味 如果有朋友多一点的话 你最少拿出三瓶酒 每一个对比着品 价位上呢差不多 都是五六十块钱啊 七八十块钱的 然后你去品 才能慢慢的找到 那个酒的不同的感觉 因为人的味蕾呢 是很敏感的 但是葡萄酒本身呢 它是更加细腻的 如果你只是那么喝 不去品它 你觉得喝什么酒 全部都是一个味道 但是如果你细细的去感受 然后再查一些资料 觉得这个酒 比如说它这个写的是赤下注的 你就感觉一下赤下注是什么味道 那个酒呢 是霞多利的 你就感受一下霞多利的味道 那个酒是梅洛的 你感受一下梅洛是什么味道 还有混合的 混合之后又是什么味道 你慢慢慢慢慢慢 就喝出感觉了 就越学越多 我哥一点 懂一